金融電影 通常說話的訊息 轉譯需要核糖體Ribosum進行 這次用Ribosum作主角說一次過程 首先Ribosum由兩件結合而成 等兩件會夾著mRNA 接着不同的TRNA就会分别带着它们对应的氨基酸 接着就进入核糖体内 接着那些氨基酸就会一个一个连接 然后那个Robeson就会在mRNA上移动 接着就逐个逐个高档 就会选择了对应的氨基酸去连接 当那个Robeson走到mRNA上高的stop codon 就是中指密码指的时候 整个图片就会完成 接着那个核糖体就会分开 完成了的蛋白质 接着那个核糖体和mRNA三样东西就会散开 只要那些TRNA再连接回氨基酸的话 整个过程就可以重复继续进行下去 跟Rybrism核糖体相关的概念 还有这个Andopasmid reticulum内疾网 就有两种的分别就是Smooth Andopasmid reticulum 就是平滑内疾网 和Roth Andopasmid reticulum 就是粗糙内疾网 我们完整整个生产蛋白质的过程 由头讲起的话 首先就是Transcription 就是转络在细胞核发生的 结果就是将DNA的10-Page Strength 就是毛板链就会转络成为mRNA 转络出来的mRNA就会离开细胞核 就进入去Cylobism细胞质里面 在细胞质里面就有一些自由的Rybrism 一些在细胞里面飘服的核糖体 mRNA可以跟这种核糖体结合 可以做Translation转译 但是有另外一些核糖体 是黏在粗糙内疾网 就是粗糙内疾网和平滑内疾网的分别 就是粗糙内疾网上高 是有核糖体黏着的 转译也可以发生在粗糙内疾网上高的核糖体之中 整个转译的过程 就像这条片刚刚讲了一遍 我不再重复了 转译就是Translation 又可以发生在核糖体 又可以发生在粗糙内疾网 究竟在两个地方发生有什么分别呢 如果这个Translation转译 是发生在细胞质上高的核糖体的话 就简单些 它做完出来之后 就会在细胞质上高的核糖体 就会在细胞质上高的核糖体 就是在核糖体里面 如果那个Translation是发生在粗糙磁质网 Roth endoplasmic reticulum的话 那整完出来的那条酵质 就会包在一个secretary vesicle 就是一个分泌小胞里面 这个分泌小胞最后就会移向 然后就会跟细胞膜融合 最后就会将里面包住的东西 即是今次就是那个蛋白质 就会分泌出去细胞外面 这个过程我们讲 Phegocytosis真实作用的时候 讲过的了 就是讲一个细胞 怎样将东西套出去细胞外面 所以哪一些细胞 它是会有很多粗糙学生网呢 就是一些大量分泌蛋白质 去细胞外面的细胞 就例如是Pancreas 就是胰壮的细胞 这个就在那个显微照片征度 那条片就有讲过相关的MC 大家可以看回 而还有另一类内质网 就是上个是没有核糖体黏住的 那这种我们就会叫做平滑内质网 Smooth endoplasmic reticulum 它的功能就是合成脂质 Synthesis lipid 那跟Wolf ER一样 那做完那些lipid之后 它都会包在一个secretary vesicle里面 一个分泌小黑里面 那这个vesicle 都会跟细胞膜融合 然后就将它里面包住的lipid 就会放出去细胞外面 那有一条A-level的题目 大家可以先看一看条题目 接着就认一下那两张照片 究竟你分不分到 究竟那两个services是哪一样东西 接着它会弄那些什么 它是从哪里拿出来的 那这种一层层的东西 就会是endoplasmic reticulum 内质网 而X那里 你会看到它上个是有一点点在 那些其实就是rebrusum核糖体 所以X就是粗糙内质网了 Rough ER 然后它那个b那里就告诉你 它是从胰壮的细胞那里拿出来的 那些细胞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做insulin 或者高血糖素 就是胰倒素或者胰高血糖素 那Y那个上高没有一点点 所以它就是Smooth ER 就是平滑内质网 然后红激素那些 以前A-level要考的 那现在DSC就out了 那接着呢 就给多条08年的A-level 那大家自己做了